是不是也跟选情有关 要不要冻结台独党纲 让马总统跟蔡主席割空交火 也引发了绿营的内部矛盾 可是呢 对于马总统表示台独无助两岸关系 李前总统就批呢 这是否定自己 至于呢 年底选战 连战出手帮儿子 李登辉也表示呢 这个连胜文已经大汉了 长大了 不应该再考爸爸 李前总统和小他超过一甲子的青年学子对话 看来精神不错 神清气爽 评论证如火如荼的选战更使忠气十足 连选战时 实际说他已经大汉了 大汉了 对不对 这个市长的选战 是你要做市长的 你也要向大汉 选战要叫他老婆来到榜中 扣他老婆 是没有严重 现在大汉了 不要叫老婆出来你帮忙 他老婆不是要做市长 对不对 谈选情说连胜文不该靠霸 谈两岸对马总统一句 台独无助发展 李前总统批评根本是否定自己 李前总统立场鲜明 但动不动结台独党纲确实造成民进党内部矛盾 前立委郭正亮就批评要台独的人应该说清楚 讲明白不该言行不一 而身为台独党纲起草人的林卓水也直指当年被阿扁改坏 以至今日陷入困境 通过台独党纲的时候 原来第一句也只是说台湾主权独立是一个现实的状态 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陈水扁坚持把最后一句 党内出现不同声音共识难凝聚 任何谈台独党纲都是无视惹尘埃 民进党已经把台湾人民的选择当成我们的主流意见 所以我认为动结台独党纲毫无意义 但在这个提案之前并没有听到有任何 譬如说比照像孙政昌主席在所谓两岸政策的时候 事实上办了很多场研讨会 或者说跟很多派系的讨论 事实上台独党纲的部分并没有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奇异点仍然很大 张俊勋来台和城局会面后 民共正式展开官方交流 但台独党纲确实是民进党蔡英文重返执政的最后一礼路 要与大陆交流继续前行 势必是得处理的难题 优电TV张崇敏 前子民彭婉欣台北报导